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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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剥肉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厌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大家 翻到我们上一次 这个明相解释 我们这个第十三页 我们在修行佛法这一条路 当然假如我们有这个 应意追求这个无肉的善根 然后我们不知不觉 就自然会有那种 清静无肉善法的因缘 就会累积而成 所以我们进入清静道 这里我们说有四种差别 第一个习近正法 正审尽力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这一身协佛当中 我们从外反胃一直提升 其实在我们外反胃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虽然有用功 但是其实我们都不是很专一 在外表上看起来我们是很精进 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 我们的内心是混乱的 所以我们只有渐渐的 以时间空间的累积 我们因为一面 在外反胃的层级里面 可是我们又一面 告诉自己想要提升 将来有一天能够 进入建道建法 因为我们不管说我们到 哪一个他方国土去往生 你最终想要成等圣洁 他的建法悟道这一条路 他是必经的 你一定要怒门到建法悟道这一条路来 那我们在学习解脱道这一条路 因为我们也一直告诉自己 我们已经不是想要 只有种一些世间的善根 修桥普路 救济这些 这些我们当然也要做随喜功德 可是因为我要建法 所以我就必须要转型 提升到这个 所谓经典告诉我们建法悟道这一条路的行程 这个过程 所以我渐渐呢 我就第一个要习近这个政法 正审尽力了 因为我必须要一直 思维再思维 然后呢 我才能够 帮助我 在走解脱这一条路当中 我以后才不会恐惧惶恐 然后不安的心会生气 所以呢 第一个会告诉你说习近正法的原因 但是佛陀的正法所谓正念正知 这个法其实就是 波罗波罗密度 就是属于最标标准准的那个正法 因为你不管读 《法源经》或者读 其他的经典 你去看那些内容 你看那些菩萨摩萨 如果想要成等正解 它一定要转型到波罗波罗密度 因为我们已经告诉诸位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 波罗波罗密度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怎么心理准备呢 因为你必须把你的很多呢 烦恼的缺点要改善 才叫做波罗波罗密度 你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层次来 所以我们在习近正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刚开始要去改变我们的这个习气烦恼 我们有时候还放不下 看不开 因为有时候我们纵容自己的习气都 就已经习惯了 突然要勉强要去转型 那这个经过转型这个时间空间 真的有一些的善根如果没有具足的话 很难熬 当然善根具足的人 他就用了三级跳 他就跳过去了 所以我们习近正法正审净历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想要净历 净历是一种禅定 身心间要平衡 可是禅定呢 我们如果理解以后 当然将来我们有这个因缘 再跟大家开一个我们 佛门 四禅波罗密 还有呢 那个一切式地论 还有呢天台中的这个教法里面所说禅定的那种 正念正知 将来有这个因缘 再跟大家介绍 那 你要理解 因为你要接近正法以后 那你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 上一次我们在讲 这个第二会大波罗金 然后呢 四十五月里面的那个重点 也就是说 比如是波罗波罗密多相应故啊 毕竟不起千贪心 不起幻界心 不起混沸心 不起懈怠心 不起散乱心 不起二会心 所以你就要理解了 你要想要成等正解 你要想要波罗波罗密多 来帮你成等正解 那 我们的千贪心 幻界心 混沸心 懈怠心 二会心 你自己一定要转练 转型才可以 如果你这个没有转型的时候啊 我们啊 要正审尽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 让我们 禅座里面 我们要啊 真正的安住在尽力里面啊 然后呢 能够安住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 那个节观力啊 都很清楚 所以你毕竟呢 要自己还行 把这个六种呢 缺点的心态 也就是 千贪心啊 乃至啊 二会心啊 这些要改善 所以你就知道喔 波罗波罗密多 它并不是公法 其实如果我们用事主力讲 比较清楚白一点 就是 你的这个六种心态的缺点 要改善 你才懂波罗波罗密多 我们如果直接了当 来说明呢 就是这样的解释 所以 大家 因为你要把这六种心态 改善不起的时候 你今天啊 才不会找 有边无边 你今天才不会找一个有见 跟这个无 断见 所以你要知道说 我们在修行的这一条路啊 你想要 让你的这个 残座里面的 那个境界啊 残座本来原来 是没有什么境界啊 有我们 我们讲的境界 不是要看见光见花那种境界 是那种无助身心的境界 那个就是我们的境界 那个就是我们的境界 那我们的境界 那我们首先呢 你要记住 我们干扰我们进入残座 然后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都是因为我们内心 有那个无名的挂碍 我们有六种啊 这个负面的那个念头的心态 隐藏着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啊 不厌其反的一直努力去残座 把你的千贪心 患戒心 患戒心 懈怠心 散乱心 惡慧心啊 把它改善 这样改善以后 你才能够 在 在休息禅定禁禁禁的时候啊 你才能够啊 断五概 断五概以后 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初禅 进入这个初禅 然后呢 你慢慢啊 就会进入了 所谓啊 初禅天的那种境界 这个就是我们啊 习近正法正审禁禁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会告诉诸位说 习近正法 并不是只有 在经典里面去 读诵 赞叹 也就是 也就是说 一般所讲的 歌功颂德 不是只有这样子 歌功颂德 那个是啊 初学的阶段 我们要赞叹啊 佛菩萨 他们啊 能够呢 放下他们的身见 而来成等圣洁 就是我们赞叹他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不能啊 只停留说 我去赞叹别人 我赞叹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赞叹呢 阿弥陀佛 赞叹观世音菩萨 你要知道 他们要成就 也是要把这个六种心态 转型转念 他们才有办法成等圣洁啊 成等圣洁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习近正法 而且你要有勇气 任何一个逆境顺境啊 这个 眼跟手看射程的境界 耳朵手听的深层的境界 乃至呢 一跟手 起心动念的这个法成 你要用佛法的理解力啊 化解对那些的 妄想念头的执着 然后让你不起啊 千贪心乃至二慧心 如果你这个做不到的话呢 我们当然要达到正审尽力啊 就比较难 所以诸位 我们今天学佛法呢 我们要从外反慰 因为我们外反慰的那个阶段 都希望啊 人家在我们的六根面前啊 讲好话 然后呢 表演好的境界 然后呢 不 忤逆我们 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那个是外反慰的 有所得的 那个追求 可是既然你啊 能够要读大善经典的话 这个大 就是不能有对立 才叫大 才叫大 你有对立 有妄念妄想 你怎么可以叫做大善 你不可能叫做大善 你还是啊 那个小善 小善的 因为我们计早心 计教心啊 很严重 那没有关系 我们本来就有缺点 哪有一个人啊 刚学佛的时候 没有没有那个无知无明的那个妄想习气呢 包括师父在内 包括我们啊 本师释迦牟尼佛也一样 也都相同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见法成等症结 你必须要有勇气 去放掉你的我见 也就是说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已经是29岁了 愿意放下 富贵的身佛 愿意放下呢 那个赞叹的身佛 愿意放下那些恭维的身佛 都愿意放下 然后呢 从啊 一个所谓啊 反复的那个啊 起步啊 渐渐去了解 那我们每一个人 学佛过程当中 不可能马上学佛 就了解佛法啦 你看佛陀 太子 西达多太子也是一样啊 苦行六年就表示说 他还是心外求法 因为苦行六年的当中 心外求法 不过呢 因为他老人家很用功 他的心外求法的禅定啊 都可以达到 无所有注定 非非想注定 我们呢 没有办法 跟他老人家比 我们心外求法 都还是啊 在于呢 三读五概里面 转来转去 因为佛陀的心外求法 的功夫最少啊 已经超过这个啊 色戒天 无色戒天的 那个水平 那个虽然也是心外求法 但是心外求法的水准高啊 我们的心外求法的那个水平低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 要发起慚愧心 一样都是心外求法 可是人家的心外求法 最少都是禅定呢 然后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乃至呢 四空定 空五边注定 四五边注定 无所有注定 非想会非想注定 一样叫做着有 可是人家着有的 已经不是啊 世间的才是明十岁的着有 人家的着有啊 都是往 那个禅定的那个境界 但是太子苦行六年以后啊 就西大都呢 苦行六年啊 他啊 虽然也是早有这个禅定的功夫 很厉害很高 可是他知道啊 他的内心啊 一样是不安 跟我们慧可祖师啊 是一样 心一样不安 所以我们在修行这一条路啊 为什么说啊 如何啊 在修行这一条路啊 去找到自己要心安的 那个啊 結窍 那我们只有啊 漸漸听经文法 像以前师父还不了解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时候 也不了解佛法的时候 我也 我也跟大家啊 在初期階段的过程都一样 我一样贪心 一样称心 一样疑痴心 一样啊 有恶慧心 一样有散乱心 一样有懈怠心 一样有懈怠心 放逸心 包括师父 还不了解佛法之前 我一样有这种 六种心态 反反复复啊 来来去去啊 好 然后呢 懺悔过了啊 可能没有两个小时啊 乃至没有一个小时啊 那这个千贪心乃至恶慧心啊 六根一到六层的境界啊 他又无名啊 又生出来的 每天啊佛在所谓呢 快乐不快乐 高兴不高兴啊 然后呢 都佛在这种对立的 但是想说 我们毕竟啊 出家众啊 我们都是要提醒自己 要解脱解脱 当然早期啊 似乎还不了解完全佛法的时候 我以为的解脱啊 都啊 迷在那个外公法的 成就的解脱叫解脱 后来才慢慢理解 原来我们佛法的解脱啊 跟这些外公法的 解脱的成就是不同的解释 因为我们已经 一直跟大家来提醒了 波罗波罗密多的解脱 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以一切自治相应做益 这个才叫做解脱的 不能再落入那个世间的 所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 那种解脱 因为那种解脱啊 会产生傲慢交慢 反而啊 更陡落 反而更陡落 因为你那个真善慢 一起来以后啊 比你还没有学佛法的时候啊 还更严重 因为我们变成啊 无知无明的明知故患 因为你有听经文法 你有了解 因为你认识智啊 可是我们佛门啊 佛法里面的正念正知的解脱啊 真的 所以要有心理准备 先把自己的我见我直 的看法这些啊 要主动先拿掉 你才能够啊 正审尽力 你那个内心啊 才能够定得下来 其实我们现在禅作之所以啊 无法进入 那个所谓 禅定禁律里面的那种激进 就是因为我们 有说不清楚的那种啊 那个我见我慢 然后呢 我爱 我们深层的哦 一直啊 放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但是啊 我们舍不得啊 把它放下改善 所以因为 所以舍不得 那些啊 舍不得 放下改善的那种啊 妄恋啊 雜想啊 就冥冥之中 在你用功的时候 就干扰你 就干扰 啊 所以我们说 那些的干扰你 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而绝对不是六成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习气的关系 因为我们一直有告诉诸位 因为啊 我们啊 听经文法以后啊 我们啊 都慢慢理解 你的前六根不会造业 你的啊 前六四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六成六四啊 他不会造业的 也就是六根啊 六根跟 跟这个六成 他本身是不会造业的 你看你的眼耳鼻舍身 亦 色身香味醋 但是我们啊 剩下 去驾驭 这个六根跟六成的 是哪一个 是我们的习气的我见 这记住 是我们习气的我见啊 去驾驭 所以你的眼耳看色成 你还没有起心动念 你的内心啊 就产生啊 喜欢不喜欢 你的耳朵听某一种声音 你就马上 建立的 你的我知我见 喜欢听或者不喜欢听 所以你自己回光晚照看看 那我们现在要去 转型这个习气的那种 起心动念的分别心 我们把它叫做是 那个都是习气的 那个根本你没有 你没有重新说要起心动念 你的惯性啊 的那种念头 它已经冒出来 然后要改善这个呢 那当然只有习近正法正审尽力 因为你只有一直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去转变你的事的观念 听得懂啊 主委你要记住喔 转变你那个事的 那个固定习气的那个观念 你要听经文法 用听经文法这个法语啊 来教育你自己 以后啊 假如主委你听得进去的话 以后你眼根看色诊 耳朵听深诊 你突然间啊 你以前那个惯性的分别心的执着 就已经不会再起来 你看我们有一些人 人与人互相沟通讲话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 那个习气就产生了 我喜欢我不喜欢 我高兴我不高兴 那个乙气就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要走解脱的人 我们要节制他 节照他 因为那种现象 他往过来是障碍你的道业成就 假如你真的想要达到 波罗波罗密多的 平等清净心的严满 你要自己在这个地方啊 用听经文法去转你 那个惯性习气的 那个夜市的观念 听得懂吗 所以你看嘛 我们都曾经打坐过 我们也曾经拜佛过 我们也曾经诵经过 所以你看我们都经历到说 我一面诵经的时候 可是我为什么突然间呢 我的脑筋的记忆的胡思乱想就冒出来 他从哪里来 我自己不知道 我们在练佛号的时候也一样 我在拜佛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在诵经的时候 我突然那个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就是我们的意识心的 昏北的习气所造作的 他是从哪里来 然后呢 当我不起烦恼的时候 他烦恼呢 升起来 然后他离开 他又跑到哪里去 我又找不到他的影像 找不到他走的方位 所以诸位你要去改变啊 也就是说我们会鼓励大家都听经文法 其实就是要转世成智 这个智不是让你分别别人 是这个智啊 是理解的分别心的意识起来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叫善分别智的意思 所以才说我们习近啊 正法啊正审尽力 尽力啊 那为什么你要禅座坐在那边呢 要好好的审查 然后你坐在那边好好的思虑 绝对不是在那边叫你去 准备打妄想或者准备分层睡觉 不是 所以我们叫净利 我们的佛家的这个禅座啊 他叫做净利 他是活活活活活的 他不是坐在那边 固定修一个石头的定 这个叫做有定利 不是 因为我们在定中要有会观 你要记住 这个叫净利的意思 所以要正审净利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一条路 这个观念 大家一定要慢慢自己修正 慢慢自己修正 也就是说你在用功的时候 一直修正你啊 不要用我知我见 我要 我如何 我怎么办 我一定呢 要效苦功夫 你那个我一定要拿掉 因为我们佛法 我们都自然知道说 精进化久了 我们都自然知道说 佛法所教育我们的 是你自己自觉 你的起心动念的执著 有多少没有看开放下 这个才叫做自觉的解释 所以要自觉 也就是说你 不管行住作后 你都要自觉说 你为什么听一句话 看一个境界 或者吃一个东西 鼻根绣一个东西 种种的一根手对的法成 我们为什么很习惯的那个惯性 就被我的习染习气所指挥指导 我们听见文法就是希望把 被习气指挥指导的那种啊 时间空间的那个啊 次数或者长短 把它渐渐减少 我们不要再被我们的习气习染所驾驭 所以要改善习气习染的驾驭 为什么要鼓励多听清文法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要重新记忆 因为我们已经告诉主委 在没有听清文法之前的话 我们都记忆那些六根一到六成的 世间的那个对立边的影像 主委是不是 你从你出生以后 你看你父母亲在家里 你自己的教育 然后你读书以后的幼稚眼的教育 然后呢到了你读啊 国小啊 一年到六年的这个学校的教育 我们啊都一直在记忆这个 然后记忆到你啊二十岁成长 你看喔 你回想看看你到二十岁的时候 你的观念的记忆都是什么 都是从啊一岁出生以后到二十岁当中所学习的 不管呢 道德品性 不管呢 手学的事啊 以后呢 要 身佛的那些工具的那个啊 手说的 什么科系什么科系的 你要去啊去记忆它 你看我们在一岁到二十岁的这个当中 我们都记忆 我们来说说 以后啊身材工具的记忆 记忆工具啊 我们的记忆这个而已 那我们呢 经过了囤积二十年的记忆以后啊 请问你还有什么可以记忆的 就不可能还有其他的记忆嘛 因为你如果没有好的无肉善根 中间当中没有遇到学佛的因缘的话 你不可能 所以诸位你看喔 我们不管几岁 学佛法的话 你记忆了 那个计较心 你记忆了 潜滩心 幻戒心 混会心 懈怠心 散乱心 二会心 这个你看我们已经记忆了 可是你看 你要 你啊 二十岁记忆了 那我们做 六种负面的那个念头 可是你现在学佛 要重新记忆 波罗波罗密度 如果善根好的人 他马上改过来 如果我们善根不好的人啊 我们的记忆啊 要听经文法一直听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才有 有办法 转你的念头 那以前啊 那个执着的记忆 所以 听经文法的用意 就是这个用意 所以要让鼓励大家 地听地听善师念之 就是因为我们听经文法 就要重新记忆 把我的直友直五的观念啊 从听经文法 从波罗波罗密度的学习教育里面啊 重新记忆正念正知 是这样子的 所以才说我们要正审尽力 正审尽力 那主人你如果有耐心 你不用着急 听得懂 因为你看我们从出生到 现在三十岁 我们的无意中的记忆啊 习然啊 我们不用记忆 我们就已经啊 习惯性的接受了 可是我们现在要啊 那个那个那个 记忆听经文法的 那个正念正知的法益啊 我们就像啊 逆水行舟一样 就说你就要熬 熬啊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然后重新啊 听经文法啊 然后正审尽力的 摘别你自己 你以后才会改善你的 那个啊 千贪心啊 犯戒心 混费心 乃至二费心 你才有办法 去改善 因为你已经啊 听经文法 重新记忆 无所得 无所住 波罗波罗密多 要断一切古恶 要五印皆空啊 你看你已经记忆这些的 记忆这些 然后记忆这些以后 你如果成功的时候啊 所有一切的 佛号啦 座语啦 经教里面这个法义啊 你就可以通达了 你就无挂爱顾了 你就没有那个 那个颠倒梦想干扰你 因为你已经啊 用正念正知的法义啊 去盖过你的颠倒梦想 所以我会跟大家提醒 这个修学佛法的要点是什么 就是说去审查 你自己的我见 由外面的境界 我的六根手看到手 听到手 闻到手 嗅到手 触到手 我以前啊 都很习惯性的 就被沾染 所以我的三度五概 就会起来 这时候我听经文法以后 我就要告诉我 当我六根一到六成的时候 我当下就要很细心的检查 我还会不会 被我的那个 只有的习气 沾染外层的六镜啊 然后呢 又随波直流 我会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诸位你要记住 当你听到好声音 听到不好声音 当你看到好境界不好境界 其实都在训练大家的 觉察力 觉管力 没有人故意要赞叹你 也没有人故意要去 让你生气 都没有这回事 都是我们的直取的烦恼 自己看不开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你做到这个 那你才可以叫做 正审敬礼 正审敬礼 再来第二个 要亲事善友 当然善友我们当然是 亲近啊 可以让我解脱 这一条路的这个善知识啊 我应该多亲近 我们的同战道友啊 帮助我来学佛 帮助我来建法舞蹈 这个我们要多亲近 当然我们在这个说佛世界 要真正的往波罗波密多 这一条路走的人并不多 但是呢 虽然并不多呢 假如他有某种优点比我好 我们都应该可以效法来接受的 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呢 走上佛法这一条路是无漏道 它并不是有漏道 因为我们要越走越提升啊 无漏道 所以我必须啊 去拜访啊 那些啊 同战道友 要往无漏道走的人 但是要往无漏道走的人 这个人数啊并不多 所以你们慢慢听经文法 以后你们经过十年 二十年以后 你们将来都会被啊 后代的这个晚辈啊 所亲近的善友 你就是变成了人家亲近的善之士了 但是你要现在自己栽培自己 你不要自己栽培啊 自己一个烦恼 糊里糊涂的 的那个修行人 因为你这样子啊 没有人会亲近你 因为大家都要想要成等症结嘛 所以他当然就要去往上爬 然后呢 当一个道友 一个善之士 无法让他进步的话 他当然就会选择离开啊 你可以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太子 他亲近了这些外道 如果这些外道的这个禅定很高 在世俗地来讲啊 哇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巴不得要亲近他了 因为他们已经达到无所有注定 你会微想注定 可是呢 希达都都可以舍离他 都可以舍掉 因为他知道 他还是没有啊 究竟圆满 只在禅定的时候啊 他的身心才清静平等 才心静下来 可是当他出定的时候啊 他维系的那个 自己的烦恼的观念啊 还是啊 一直存在一直存在 所以没有解决 所以他后来会离开的 这两位仙人的原因啊 他这两位老师的原因啊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 在学佛这一条路啊 真的 如果佛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啊 无所得无所助 那当然我们要离开 你要懂你要离开 可是反过来 我们佛法 确实可以帮忙你 无所得无所度 是我们自己不想帮助自己啊 达到无所得无所助 因为佛法已经是成就的等正结 所以绝对是无所得无所助的大成就者 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 我们个人的身上呢 所以我们在修行这一条路当中啊 我们为什么要都很细心的去帮忙 然后呢 那个无漏道的那个善友 你要走无为无漏道的这个善友 所以要亲近 亲世善友的关系 如果我们善友的亲近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我们就要舍离 所以我们才说 如果当年的希塔多安没有勇气 放掉他的禅定 他的禅定那么高了 然后呢 自己另外离开 在老师的 修禅定老师的身边 就是无所有触定的老师 非想非非想触定的老师 如果没有勇气离开 我们到现在也可能没有佛法 我们最多也一样 都在心外求法 乃至于一生当中 也不会再去 去追求那个所谓 无神无魅的真理 因为没有人讲我们自己的 这个凡乎的众生的 这个正念政治的观念 不可能啊 有办法自己自觉自知之作证 我们一定要先有依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 依的当中我们要依法依止 就是归依法 我们要依法依止 我们不能依这个人 依法人 你看佛陀就是啊 依了这个两位外道的仙人以后 虽然他有跟他交禅定之法 但是他们不会 我们波罗波罗密都所说的 这个无漏之法 他不会 然后 其他都选择离开 其实我们 包括师父在 在这一生邪火当中啊 我坦白跟诸位讲 我也离开很多啊 好称为善之士的人 我也离开了 因为 我要找我自己解脱这一条路的目标 如果呢 我啊 如果 希塔多当时没有离开的话呢 他也 我们现在真的也看不到佛法啦 因为 包括师父在内 我们又不是那个无漏善根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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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的人 种姓的人 我们都必须啊 要有依 有依这个真念正知的法理 我们听经文法以后 我们才觉悟觉观的 我们不可能自己有办法自觉自知自作证 但是我们从啊 释迦牟尼佛的佛陀的那个经验的 这个法义的星序啊 我们开始啊 去啊 模仿学习 不再 依啊 这些啊 世间的人事地物 如梦如幻的暂时而有的那种现象 来安慰自己 然后 我们内心自己起了三读五概 那是很可惜的 所以诸位我们在修学佛法道的时候啊 我们呢一定要提醒自己 绝对不要去标榜我们学佛学多久 因为你标榜你学佛学多久 你一定会被那个 参学的那个初学者 他会衡量你 因为现在来清净佛法善知识 这个道友啊 这个学生啊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他们不是啊 跟以前农村时代 那个没有学士文化涵养的人 因为你要文化涵养啊 学士不够的人啊 你如何跟他开这个 波罗波罗密多这个门的课程 你开不下去啊 你要开的话你都还要花 一二十年要教育他们认识字 然后教育他们呢 懂得这个学佛法的 这条路的那个含义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道当中啊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遇到 真的看不开放不下 我们看 我们听 我们闻 我们秀 有时候没有办法 如我们的意啊 没有关系 刚好啊 是结官啊 用功的下手处 所以啊 我们啊 一定要啊去寻找 都有道业有帮助的善友 这个是善友的 所以要清净善友 再来第三 要以诗楼根覆啊 少欲等法心恋其心 那我们有 我们有跟大家讲解了 你们在座的 可能有一些人都有听过 我们啊 有开了一个啊 尤其诗字论里面所说的 十三种之良道 有借利益 根利益 我们当然也都希望啊 之位你啊 把那个根利益啊 这一段啊 你要反复啊 一直啊去熏悉他 你才能够见法悟道 才有见法悟道的机会 你如果只停留在借利益的话 人天果报而已 所以你必须要有根利益 的帮助我们 所以要以诗楼根覆 少欲等法心恋其心 所以我们啊 也一样啊 花了一点点时间呢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 一切诗字论所说的 十三种之良道 就是希望 让大家去理解 有时候我自己 看了这个 十三种之良道以后啊 我说这个已经不叫之良道 这个已经是见法的 尤其他 这个 这个 吴哲论师提到根利益啊 这一段啊 喔 他讲得很细 如果根利益这个段 懂了 你根本就可以见法悟道的 修行人了 所以这个 十三种之良道 我 如果吴哲论师 还在世的时候 师傅会跟他讨论 你稍微要划分一下 划分啊 初级 中级 高级 也就是初级有初级的 那个资良 然后到中级有中级的资良 高级有高级的资良 所以 所以我们啊已经把 他十三种之良里面所讲的 那个根利也都讲过了 那你看那个讲过的那个内容 我说这个根利益 这个一定都是啊 六族大师建法以上的水平的人 才有办法做到那个根利益 所以有时候十三种之良道 其实我们都可以 还可以把它切开 所以啊 初级阶段的 我们方便说的数叫下品 下品的 那就是讲初级阶段的学习 十三种再把它 划细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进入了中等阶段的中品 在十三种之良道当中啊 哪一些可以列入中品 然后呢 再来 列入更高的上品 尤其根利益 大家都有听过 跟利益 哇那根本都是上品的教育方 模式 一定都是要建法 接近建法物道修行人所要做的 所以说以斯柔更赴少益 等法呢 訓練其心 你看喔 為什麼 訓練其心就是一直观察 關注自己的 其心动念的 那個念頭 因為我們學修學佛法 如果沒有訓練其心 這個心就是 方便說是說心 其實心裡面的結構 都是我們的思想念頭 聽得懂 我們是用世俗力的這個 語言的表達把它叫心 可是那個心的內容的含義是什麼 當然都是我們啦 記憶的那個意識的念頭 的想法而已 那個我們把它叫做心 不然我們 我們以世俗力來講 我們心只有肉團心的心臟叫心而已 所以他們南傳 在一直在 南傳的那個心地道論有這麼說明 就是說講心都在講什麼 就是我們腦筋的記憶 就是心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一直聽經文法 重新訓習記憶 讓你的腦筋的觀念 都是正念正知的觀念 所以你要知道 心念其心就是這個 這樣的解釋 這樣的解釋的 沒有真正的所謂一顆心 聽得懂 我們最多只是肉團心的心臟而已 肉團心的心臟 大家都知道 它也沒有 也不能意識分別而已 它只能讓我們的肉體活命而已 它根本 沒有辦法幫你記憶 所以你今天的記憶從哪裡來 以腦部的科學 從你的左右腦 從你的鬆骨體 鬆骨體裡面 從產生的 但是這個是世俗地的答案 所以這位你要理解 用少一等法 等法就是還有很多 很多的 然後來訓練 訓練 欣喜你 然後只要你都聽經文法 你那個習慣的那個缺點的那個 那個雜欄的六種心態 它才有辦法漸漸改善 慢慢改善的 好 如果我們這些做得到 我們要更上一層樓 更上一層樓 也就是說我們要 第四 也就是說我們把前面三個都已經做好以後 那獨位我們要獨一進出 因為以前我們外防衛 在用功的時候都要依重靠重 那個時候因為我們不懂佛法 所以我們可以參加共修 念佛共修 禪座共修 誦經共修 可以參加共修 這樣子 那個是我們 在累積 那個無漏善根的因而已 但是我們還沒有解脫 因為我們都曾經 都是自己有這個經驗 然後 誦經 我們經過了二三年的經驗 然後我們慢慢 一面誦經 一面胡思亂想 一面拜佛 一面胡思亂想 沒有辦法改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 慢慢提升 慢慢提升什麼 獨處空閒 用射魔祂批佛生 為什麼 因為射魔祂批佛生 他沒有辦法共修 你看我們所說的共修 都是我們一起練佛 一起打坐 只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當我們內觀的時候 大家的內心的那種 妄念妄想的起來的時間 空間都不同 請問這個怎麼共修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在共修裡面 我們只是培養初級的 那這樣 善根而已 因為我們怕會懈怠放逸 我們用這些外功的功 來參加 我們來提起我們的那個精進 但是這個精進叫做外精進 或者叫做深精進 就是大支督論裡面所說的 外精進跟深精進 不是內精進 也不是心精進 聽得懂 因為內精進 因為內精進 跟心精進 就要獨處空閒 用色摩他 劈佛生 我們就要找一個 這個急進的地方 讓我們能夠 思維法義的意理 越來越細緻 不能越來越粗糙 所以採用色摩他 劈佛生 聖政安樂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達到聖政安樂 安樂就是 無瓜愛顧 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這個聖政安樂 你必須要止觀不惡 所以諸位你們現在都是知識分子來協佛 你們現在要做的 是要多一點時間 要去修學聖摩他 辭佛生 要多一點這個 然後要去了解聖摩他 辭佛生 那在我們漢傳的 這個對禪修的教義 比較有詳細的解釋 就是智責祖師 天台中的第三位 智責祖師 那我們從他的同文子官 乃至後來的 他的這個傳承的這個弟子 做的比較更白畫文的解釋 修學子官做禪法藥 作為我們先要讀誦的 我們佛陀教會基金會都有專門倡印這一本 你都看幾遍 都看幾遍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啊 這個遺切斯特頓 再來看這個遺切斯特頓 所講的 色魔他辭佛生 這個失守成帝 然後文守成帝 失守成帝 修守成帝 那要理解這個當然你都要花三四年四五五六年這個時間 你才可能有融會貫通 你才能夠啊 去用色魔他辭佛生 聖正安樂以為基礎 你才能夠達到真正的奇境內盤 奇境內盤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修學這條路當中 我們讀的這些啊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啊 如法如律的依教奉行 因為你畢竟要解脫 我們所解脫的人不是啊 跟那個外反位一樣 希望旁邊有人管我們 我們啊 不是叫管我們要自解的 我們要用解解之而不是管的 好 然後十三頁的下面 得真實究竟解脫有五種見識 也就是說你要解脫也一樣 你要有五種 第一個齊之良以為一之 就是十三種之良道 那我們啊 再去啊 想讀啊 想聽那個十三種之良道的解釋 第二個呢 有十三種之良道以後啊 以此為一啊 要修色魔他辭佛生 一定要記住 你為了幫助你啊 成就以後 你一定要往色魔他辭佛生 那色魔他的那個 修煉的這個課程啊 我們在一起實論啊 講得比較詳細 因為你要修色魔他你要經過九柱心 九柱心的栽培你啊 色魔他 然後匹伯舌納他講得更細 那個医齊心講得更細 好 諸位翻過來講一十四頁 第三 以此為一呢 以替官啊 然後呢 內盤聖結 這個所謂啊 據地官啊 那個 內盤聖結是指什麼 比較講白的就是我們 波羅波羅蜜都心經 這一部心經裡面都是在介紹 那個 既地獻官啊 內盤的聖結 所以為什麼說 沒有恐怖眼裡頂倒夢想 就是說你已經超越了 沒有這些恐怖眼裡頂倒 你才能夠究竟內盤寂靜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恐怖呢 為什麼還有負面的惡慧心呢 等等 也就幻界心到惡慧心等等 就是因為我們還有煩惱的對立邊 所以任何境界的煩惱的對立邊 如果洗線起 我們建議諸位 你真的不能去怪別人 你也不要怪自己 你如果要怪自己 你要怪自己為什麼 聽經文法那麼久的 然後呢 我們的洗來洗去 為什麼沒有改善 你要檢討是檢討自己 所有境界啊 其實是幫你成長的 所有境界啊 就是一面禁止 它禁止只是照而已 那你在禁止裡面啊 你發生什麼現象 禁止是不會去跟你干涉的 那如果我做到了 以此為一祭地獻觀 內盤聖節 因為祭備地獻觀 就必須要祭備子根觀 才有辦法叫地獻觀 因為地就是真實意嘛 你看我們在明相的解釋 地就是真實不虛的 什麼叫真實不虛 盧夢幻泡影 生老病死 沉住壞空 這一些都叫做地獻觀 都是真實的 聽得懂 然後你會老化 是不是叫地獻觀 是 你啊 這一餐吃了 下一餐你一定還要繼續吃 不然你會餓肚子 這個也叫地獻觀 這個都是 所以 第四呢 以此為一啊 就是都是 以此為一都是以上面那一條 如果 都做好了以後 然後以淚少正 不生喜足 亦不安住 就是我們不要得少為主 得少為主 尤其我們有時候 寫佛一段時間 一二十年的 這些的 世中弟子 一定要有謙虛的心 不要有叫慢心 因為你啊 寫佛三四十年 並不是代表你成就 所以記住喔 不是代表你成就 不是以寫佛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多少年的那個 歷之啊 歷練啊 來代表這個 你叫做成就者 不是 我們佛法的成就者是 你這個修行年的解察力 你敏銳不敏銳 來代表你有沒有成就 因為你 節觀力也敏銳的 當然你就無所住心 如果你節觀力薄弱的話 就算你寫佛三四十年 五六十年的話 你一樣啊 你一樣是反乎眾生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地觀 就前面的那個 既地現觀啊 內盤聖節 所以啦 以淚少盛不升行 也就是說 我們在五義的當中啊 我們可以得少為主 沒關係 聽得懂啊 就是五義的當中 可是我們在用功修行這一條路啊 我們不能啊 得少為主 因為你要成等正極 你還要得少為主 所以他說以淚少正不升級 你得了一個小小的清安 才清安五分鐘十分鐘 你就得少為主 那很可惜 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修行的成就 當然會遇到自己好境界或者壞境界 但是不管好境界壞境界都是插摩不住 都是短暫的而已 你何必還要住在那個地方幹嘛呢 所以他啊 吳佐頓師跟我們剛才是 一不安數啊 以可厭法生生厭法 你要知道喔 任何你已經沾染的那個法 一定會讓你墮落 你一定要提醒你自己 你一定要 所以一定要告訴你 你不喜歡的 你不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你身上最缺乏營養的 你最討厭的六成的一個境界 反過來你如果偷偷破 那些六成的境界 是幫你成本正結的法門 意思一樣的 意思一樣的 所以啊 以可厭法生生厭犯 也就是說讓我們啊 已經沒有辦法起節觀力 而起三讀五概的這些可厭法 你真的要改善 要改善 你看 第五呢 以此為一啊 以此為一呢 正得最後金剛已定 相應血腥 就是把前面 因為我們講五個嘛 那第五條就是把前面四條 都慢慢累積 你才可以得到這個歐羅漢國 歐羅漢國就是金剛已定 正得金剛已定相應的血腥 你看 補佐頓師把我們用功修行的那種觀念的那種 次第啊 都跟我們講清楚 因為我們如果要學習 波羅波羅密多 其實也要對自己更清楚 更認知一下 不能我們再學習波羅波羅密多 然後呢 只是一種外表外向 很可惜 波羅波羅密多 可以轉化我們的六種那個 切點的心態 可是我們都沒有轉化 所以注意記住喔 今天不是我們讀誦 波羅波羅密多 就表示我學波羅法門喔 你如果自己有我見的話 然後呢 在外面說我某某人啊 跟釋迦牟 因為我學波羅波羅密多 你不講這一句話還好 因為你不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你的切點習氣啊 會高興會生氣會煩惱會貪心的時候 人家認為是理所當然 假如你自己還標榜說 我是學波羅波羅密多的行者 結果呢 你的習氣從來也沒改的話 那你會被對方給你笑死 人家會瞧不起你的 會瞧不起你的 所以注意大家一定要有自知啊 自解自作症的 這個啊 過程的觀念 我們在修學佛道的當中啊 我們才可以啊 更上一層樓 好 所以我們啊 把這個修學佛法 基本上的這種啊 基礎 講基礎其實就是啊 無露的根本 的教育觀念啊 那這種根本都超過世間的有露 所以稍微有露 那我們呢一樣來翻到 我們這個第二會的 我們呢看到八十五頁 八十五頁的這個第二段 是菩薩摩喉 你看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用功修行這一條路 我們已經進步了以後啊 我們對於菩薩摩喉 因為菩薩摩喉 那絕對是建瓦以上的水平的人 才有資格叫菩薩摩喉 才有資格的 絕對不是像世間所講的 受菩薩介度叫菩薩 那個不是 那個是凡夫的菩薩 不是啊 建瓦悟道的菩薩 那我們現在是講 十件剝落菩摩喉密多的菩薩摩喉 各位記住啊 十件剝落菩摩喉密多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在修行 菩落菩摩喉密多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有分別心 你看我 主要你要自己常常截觀 眼睛啊 看色塵 我們就去截觀 我的分別心怎麼馬上就起來了 去找出他的原點 所以這個菩薩摩喉 以如是死 他哪不見菩薩摩喉 不見了菩薩摩喉密 也就是他不著密 所以啊 他也不會起分別心 你這個人寫佛 你的身份是什麼 好或者壞 高或者低 他不會 所以不見菩落菩摩密多 不見菩落菩摩密多密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你既然要成為菩薩摩喉 連這些善法的觀念的執著 都要改善 我們以前初學的時候 是盡量追求善法 然後把惡法改善 可是現在你要解脫了 你連那個善法的 以前的追求的那個過程的 你也要改善 也不能再去追求了 這個才叫菩落菩摩密多 菩落菩密多 所以你不要再去跟人家 訴說以前你是何方神聖的經歷經驗 你不要去說那些 你不要去說那些 因為沒有意義 所以因為你如果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說你過去的種種 那你就叫見 有見就有執著了 這有痰意蓋成為蓋了 所以才說 不見菩落菩落菩朵密多 不見菩落菩朵密多 何以故呢 善意蓋 是菩薩摩薩修行菩落菩朵密多 以一切法善達實相 所以永遠要記住 我們善達這個實相 這個實相 並不是有一個境界 叫做實相的境界 不是 實相的境界就是在告訴你 你要切切的認知 生老病死沉住壞空 生住欲昧 他這個就是實相的意思 我們在這個生老病死 沉住壞空 生住欲昧 我們不起啊 六種乃至千貪心 就是千貪心乃至的二位心 我們不起這個 才是的 所以一切法善達實相 所以記住 善達實相 這個實相是指 生老病死沉住壞空 一切因緣逆境 瞬境遇到了 這個就是實相 你不能再停留在那個外環位的觀念 我某某人 學否學那麼久 應該一切都是要 十方諸我菩薩都要 在世俗地上保佑我一切順利平安 如果你這個念頭起來 就不叫善達實相 這個是早有的有見 你看連釋迦摩尼佛 他已經成等正結 他出來弘法 這個這個 將近四十五年當中 他也不 也沒有一環風順 這個是釋迦摩尼佛所面對的 這個叫善達實相 所以除非你們在寫佛 那個外環位的觀念 一定要改掉 以前我們外環位的觀念 都是希望我們的 寫佛道的成等正結這一條路 就是一路走來都是平順的 沒有什麼那個障礙的 那你如果這樣的起心動念的追求 你就進入常見有見 玩常見有見一定是盧木煥泡影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你一定不能在邪道的當中 還停留外環位的 很多邪道的人停留在外環位 邪佛一段時間就都會懊惱 我邪佛那麼久 為什麼三寶 觀世音菩薩 那奧彌陀佛都沒有加持我 這個就是外環位的想法 我們現在 波羅波羅蜜多的修行者 是要主動改變自己的直走習氣 我們的那個直走習氣 不是靠奧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釋迦摩尼佛替你改善的 是你自己要自解去改善才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因為何以故善現 是菩薩摩薩修行菩洛波羅蜜 都以一切法善達時向善達其中 無雜欄法清淨法故 就不找雜欄跟清淨法 不雜欄好跟法 所以諸位你自己節知一下 我們當然現在你們在用功的時候 有時候還沒有辦法 用波羅法會的這個教育 改善我們那個直友兩邊的那個缺點 沒有關係 你要給你有耐心恆心毅力 我們聽經文法就是希望把這個 經教法律的內容一直允許 但是你現在做不到 你不要放棄 因為你要曾幾何時 我們從累節一直輪回投胎 你已經放棄了多久了 多少世了 那我們在這一世 好不容易再重新又善根復發 然後我們來讀波羅波羅法會 那我們就希望如果你是一個自解自知自作生的 很強烈的那個行者 你在這一生當中就要去轉型了 不能老是推給 因為我業障深重 所以十方諸佛菩薩你要原諒我 其實佛菩薩都會原諒你 但是你請問你的煩惱執著會原諒你嗎 他給你帶著跑而已 所以諸位一定要記住 一切法善打十項 善打其中無雜欄法 然後也沒有清淨法的執著 就是沒有雜欄法跟清淨法的執著 一切都法爾魯士的平等 法爾魯士的平等大家一定要記住 諸位你看 請問你生氣或者高興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會生諸一昧 不然諸位你生氣的時候 可以累積生氣一個小時嗎 我都還跟前一分鐘的那個生氣的意境 都一樣嗎 都不會變嗎 你一定會變 一定會生諸一昧 請問你在高興的時候有沒有變 還是變啊 聽得懂啊 所以你高興不高興 你生氣不生氣 他都是一直在變異 一直在變異 這個變異就叫做善打十項 這個才叫善打十項 那我們既然理解會變異法 會生命法 會啊 增減法 依異法 這些 那我們 理解了他以後 我們欣習我們以前那個只有的習氣 然後聽盡無法以後 把以前只有那個習氣的觀念啊 然後漸漸改善 所以善打其中 無雜欄法 也是啊 無清淨法 也就是說沒有雜欄法 沒有清淨法 也就是說我們聽了 某一種聲音 看了某一個境界 你不要再一直縱容你的習氣 總喜歡啊 做那個習氣的努力 也就是說我們在經典裡面 都想說 我們都願意做那個煩惱 執著的部下 的邪徒 我們都願意做那個 已經寫佛聽盡無法那麼久 可是習氣還改不過來 請問這個要怪誰 不是怪別人 永遠都要怪你自己 怪你自己 因為你啊 寫佛這一條路啊 就算遇到好的釋迦牟尼佛這種善知識 你啊 接受聽盡無法的信息 你都還不願意主動改的話 你就放棄了你自解 聽得懂 你永遠都是三獨五蓋 三獨五蓋的那個弟子而已 學生而已 所以希望注意要去改過來 以一切法一切法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講 五印十二路十八界六大 這個都是一切法 一切法裡面 當然還包括了 我們所謂空間裡面的 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 一切智智 這個都叫做一切法 然後 所有一切法的當中 善達十相 十相一定是 會生老病死 成住壞空 生住於昧 這個叫實際 因為我們寫佛以後 你不要再找友見 你知道以前我們為什麼煩惱那麼多 我們都希望改善生老病死 我們都希望改善成住壞空 我們都希望改善生住於昧 我們都希望用我的觀念去改善它 其實有沒有改善成功 不可能改善成功 你用有為的功法跟有為的功法 它一樣是什麼 生住於昧 成住壞空 生老病死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就是 修學波多波濃密多的行者 要了解這個叫善達十相的意思 善達十相的意思 所以大家記住一下 成住壞空生老病死生住於昧 它就是實相 你沒有辦法修一個功法 因為我們佛法的教育 跟他們 我們中國那個所修的道家是不同的 道家要修一個 一個有所得的境界 所以他們要修一個陽神 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印度的金路儀家 要修三脈七輪 那個都是有功法的法門而已 那這些有功法的法門 畢竟還是無常法 可是我們一般修行人 沒有聽聞波羅波濃密多的法理教育 我們認為我可以改變 我可以用我的功法去改變任何一個境界 不了解這個善達十相的法理 所以這位你要理解 以一切法善達十相 善達其中 無雜欄法 無清淨法故 如是善現 諸菩薩摩薩 修行波羅波濃密多 結一切法 明假思色 法假思色 為什麼 上一次我們講這個要畫起來 因為我們的名字都是暫時而有的 除非你們現在的名字是真的名嗎 你如果有通力的話 其實你的名字是無量無邊的名字 你只不過你已經經過輪迴投胎以後 你都被你的夜的席氣給期待了 然後你就把以前的那個 所有的一切事情都給忘掉了 諸位你看 你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 已經七十多歲了 請問 當你在出生的一歲到五歲 請問諸位 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你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一歲五歲所發生種種的 乃至守記憶的一切 都被現在的六十五歲七十歲 守六根一到六整的境界給淘汰掉了 給轉型了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給淘汰轉型 是不是佛陀跟我們講的 是不是叫生住欲昧 是啊 本來就叫生住欲昧 成住壞空 都是這樣子的 下面也一樣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明甲施舍 法甲施舍 因為法就是五印法十二六十八戒 聽得懂嗎 那我們的肉體的名字有很多 你看我們從頭到腳 我們的名字也一直在變異 你的肉體從你小孩子的時候 你的名字 你的爺爺奶奶叫你孫子 你的父母親叫你兒子女兒 這個是不是小時候的名字 那你慢慢成長以後 你的名字慢慢在不同的立場角色以後 你的名字又被稱為 又改變了 所以才會告訴你說 你要結一切法甲施舍 名甲施舍 法甲施舍 所以你要結之 你這個肉體有五兩個名 這個五兩個名 都是名甲施舍 法甲施舍而已 你現在我在台上做一個獎金的老師或者法師 你們稱我老師或者法師 可是當我離開這個法舟上的時候 我去坐捷運坐地鐵 我已經沒有人再稱我所謂老師跟法師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音源時間空間改變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的肉體本身的名字 都是暫時而有的 暫時而有 因為你說地鐵捷運的時候 人家看到你 最多人 我是出家人 所以他最多是師父 你好 師父而已 聽得懂 然後他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這個也叫做法甲施舍 名甲施舍 所以不同的延起的時候 我們的名字跟法完全會改變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在台上當一個獎金的法師 所以我叫明甲施舍 法甲施舍 因為我在台上講都是佛法 可是當我離開這個獎桌以後 我不再說佛法了 我說世間的方便法 你高興不高興 你累不累 你看是不是改變了 延起動了 我們就改變了 所以才說明甲施舍 法甲施舍 大家一定要記住 不要配這個明甲施舍 法甲施舍 因為我們叫施舍 人家公敬你不公敬你也叫施舍 聽得懂 因為以施舍地來講人家不確定 一定要說你穿這個出家的衣服 人家就要公敬你 因為你公敬你的這個延起 一樣要具備人家才有公敬你 比如說我們是邪伙的團體 已經被教育看到法師要公敬 可是當你離開了這個團體範圍的時候 你去做捷運做地鐵 人家就不一定攻擊你 聽得就不一定也不會浪作給你做 也不會浪作給你做 所以才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時間空間改變 法甲施舍 明甲施舍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 懂了以後我們才不會有什麼煩惱 人家對我們的名字叫錯我們的名字 根本不要去在意他 不要去祭找他 我都希望要以老賣老 要接受人家的恭敬 那我們邪伙如果是這樣 請問諸位你哪時候 才有辦法突破你的身見 因為沒有辦法突破身見 你現在會有妄念煩惱 那是很正常的反應 好 下面也一樣 這個八十五頁的 善憲是不善摩煞以明 法甲如死結 也就是說明甲施舍 法甲施舍 這個都叫施舍 為什麼 因為施舍就是元祈法的和合 因應法的和合 所以叫做施舍的意思 好 你看 我們被施舍這個叫丁風扇 我們被施舍這個叫桌子 這個叫椅子 這個就是一段時間的施舍而已 所以說 善憲是菩薩摩煞以明法甲如死結以 也就是說我透過聽清文法 我已經懂了 我就不再一直要去執舍 其實如果你們都很欽佩我 我的執舍很少 我也是這樣欣許過來 我才把以前的那個明甲施舍 法甲施舍的那個施舍 以為是真的 稍微有 所以我就很容易起三度五感 那我們透過聽清文法的法理的心 就改善了 原來我已經知道 不管任何一個明 不管一個法的和合起來 它都是暫時而有的和合而已 沒有一個確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如果這個做得到以後 我們就應用在日常生活五印 所以說 不著不執著色 不執著受想形式 聽得懂 你看我們菠蘿菠蘿蜜多 其實都沒有教你 什麼都教你不執著 聽得懂 真的要看該放下 不要去在意別人公為理 或者不公為你 也不要要一直喜歡 我們鬥入喜歡聽好聽的話 然後不好聽的話 我們就感覺 這個叫做不禮貌 這個都要拿掉 你要 我不是跟主委講 我雖然出家了 可是 我是在你們的面前 才有公信的感覺 如果我離開這個陰影法的上課時間 離開以後我去坐地鐵 我去坐高鐵 我去坐動車 我去坐什麼時候 就沒有人有義務要公敬你 聽得懂 你要懂 可是有沒有人公敬你不公敬你 可是你的五印有沒有改變 沒有 你的五印還是在 公敬的時候五印還在 不公敬的時候五印還是在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明 法 假 如 始 皆 以 不執著 色 不執著 塑想 行 事 真的 大家要提升你 不執著 遠處 不執著 而 筆捨 生 意 處 不執著 色 處 不執著 生 香 味 處 法 處 不執著 那個 遠界 色界 遠視界 及 遠處 遠處 為 言 所 生 諸 壽 乃至不執著 義界 法界 義 事 界 及 義處 義處 為 言 所 生 諸 壽 這個 為 言 所 生 諸 壽 就是說從六根一到六成 我們都出來的分別的那種想念 所以它才會叫做為 言 所 生 為 言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刹那之間的眼是什麼不知道 為 言 所 生的 你可能從眼根都出來的為 言 所 生 你可能從色 成 又都出來的為 言 所 生 的那種感受 那種色 為 言 所 生 諸 壽 然後 不執著 有 為 界 不執著 無 為 界 然後 不執著 布 斯 波 隆 蜜 多 不執著 境 界 安 忍 精 淨 盡 立 波羅 波羅 蜜 多 不執著 諸 像 毫 不執著 菩薩 生 然後 不執著 若 眼 乃 自 佛 眼 不執著 自 波羅 蜜 多 及 神 通 波羅 蜜 多 不執著 內 空 乃 自 無 性 自 性 空 不執著 成 手 有 情 不執著 遠 近 佛 土 不執著 方 變 散 角 所以記住 我們不執著 不是只有不執著 日常生活所發生的 那個缺點的境界 或者優點的境界 我們連腦 我們修學佛道的這些的 內 空 乃 自 無 性 自 性 空 都不能執著 我們也不能執著 成 手 有 情 你的成就是因為我幫你的 你看 你這個就成 手 有 情 那連這個都不行的 然後呢 不執著 遠 近 佛 土 不執著 方 變 善 巧 何以 故 善 憲 以一切法 皆 無 所有 能 著 守 著 著 處 著 時 不 可 得 故 為什麼 因為 處 所 跟 時間 會 變 意 所以 你的找可以找多久 你不能找很久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才說 不執著 成 手 有 情 不執著 遠 近 何 土 然後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因為我們以身際來 對時間 空間的執著最嚴重 你看我們人與人相處 人家跟我們講 好話公圍的時候 一定有時間 一定有空間 空間的場所 然後時間是幾點幾點 人家公圍讚嘆你 我們反乎很容易執著 喔 你幾點在哪裡 你啊 讚嘆我 汙辱我 我們馬上 不過我們反乎很奇怪 執著讚嘆的優點 我們忘得快 可是如果人家用針 跟我們刺上去以後 這種執著我們可能 可能啊 祭老一輩子 你看這個就是執著 其實大家一定啊 在寫佛道的時候 逆境順境的發生 都要感謝祂幫我們成就 波羅波羅密多 不然我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啊 被人家刺激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成就啊 所以你 我們的成就你一定要改過來啊 不能再落路凡夫的 你啊 寫佛多少年 你就寫佛多少年的那個成就 沒有這為事 我們的成就都是什麼 以一切法皆無所有 能著手著著處著死不可得故 你看時間空間 一切法無所有 能著就是主觀的我 手著就是六成的境界 所以能著我們把它寫為就是 你的六根 那個手著就是六成 然後在六根六成在哪裡 在幾點幾時著 幾點幾時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就知道 那個著的空間藏手是在哪裡 這些都要改善掉 所以說著處著死不可得故 因為都是變異嘛 所以諸位你要漸漸 真的幫助你 要得到正性離身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釋 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看 大波樂經這個八書 八書五頁 我們看這個中段 因為我們上一節課已經跟諸位講 我們一定要漸漸理解 所有的名字 所有的法 都是假式色 所謂這個假不是真假的假 這個假是借用很多的條件的因緣 和合起來 所以我們才叫做假失色而已 所以你看我們自己 一生的當中來人間投胎 我們以我們的壽命 我們的失色 有八十年 九十年 一百年 所以我們就理解了 如果是屬於失色的話 我們學習 波羅波羅密多阿的行責 就要自我訓練 不在失色的時間空間裡面 再去著有 再去著舞 那著有一定有 它的逆境的著有 順境的著有 這個反乎的心態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善現是菩薩摩薩明 法假如死皆宜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菩薩摩薩的明 諸位明跟法 諸位你看我們的 從小孩子到現在這個年齡 我們的名字是不是都是假借的 你們現在 有沒有人叫你孫子 已經很少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爺爺奶奶 已經離開人間了 所以沒有人會再叫你孫子的 反而你在稱呼 你的孫子為孫子的 這個是不是以明華假如死皆宜 你應該要知道這種現況 就是因緣法 然後不執著色 不執著受想形式 然後我在五印的結構上 我就不要執著 所以大家一定 在學佛道的當中 一定要把我們世間所要 被恭敬的這個面子一定要拿掉 這個都是我們沒有辦法解脫的原因 所以我們會增長很多煩惱 所以才說不執著色 不執著受想形式 不執著眼觸不執著 而比舍身易觸 不執著色觸不執著生香味觸法觸 那加起來是不是五印十八戒 然後不執著眼界色戒眼視戒及眼觸 眼觸為眼所生諸受 你看這個段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它只是一個延起的名稱而已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手是不是名稱 手是名稱 但是這個手名稱 這個名稱不代表肉 不代表這個五指裡面的血管 血液 筋肉 不代表這個 你只是一個名稱叫做手而已 所以才說 不執著有為戒 不執著無為戒 不執著布施波羅密多 不執著淨戒 安忍 精進 盡力 波羅波羅密多 不執著諸相好 不執著菩薩身 你也不要去執著那個三十二相 八十歲好 你也不用去執著他 然後呢 不執著肉圓乃至佛圓 不執著自波羅密多 乃至神通波羅密多 不執著內空乃至無性 自信空 不執著成熟友情 不執著系 那個延進佛圖 不執著方便三角 都不要去執著 但是我們要應用它 我們不執著不是墮入斷建空間 聽得懂嗎 我們是尊重延起 然後延起起來我們不執著 高興不高興快樂不快樂 這個叫不執著 何以故 善現以一切法皆無所有 能著手著著處著死 不可得故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很多的事情的發生 了解延起法 聖身延起完 我們都知道 就讓它生命 然後延起法 我們當下就接受 當下接受不要去執著 生老病死 沉住害公生住異昧 不要去執 因為你執 你造成你痛苦 聽得懂 你高興不高興 喜歡不喜歡 你最多都是 都是增長你的痛苦而已 尤其我們寫佛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這些一定要改善 因為你改善 你在幫你成就 幫你成就什麼 幫你成就 六度 是這樣子的 所以才說 以一切法 皆無所有 為什麼無所有 因為它 插弄生命 暫時而有 根本 你要值 你的真正的有 你會被那個 時間空間的變異 變異性 無常性 無我性 給淘汰掉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 建議 如果寫佛陀 寶米多真的要提升 不然很可惜 不然我們越寫佛 越輪迴六道 誰造成的 是我們自己 執著造成的 聽經文法就是改變 我們那個執著的觀念 是錯誤的 因為以前我們沒有聽聽文法 我們很容易找友見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樣 我一定要固定的原則 這個原則定下去不能變不能變 變 我就是會高興不高興 會生氣不生氣 那我們瞭解了這個聖身炎七法以後 不可能不變 萬事萬物不可能不變的 都會變異的 在你的肉體上已經 你的生命現象已經變異 從出生到 現在你已經 六七十歲了 七八十歲 這麼難道不是變嗎 不是變異嗎 不是變異嗎 如是 善限 諸菩薩摩薩 以一切法 無所執著 也就是說 我們被教育成功以後 我們 任何一件事情 逆境順境 都看得很開 所以 因為看得很開 你晚上說睡覺 一躺就睡著了 因為你沒有掛礙 凡有怪 就表示你執著 執著 所以說 以一切法 無所執著 修行 波羅波羅蜜多 使 真意 布施波羅蜜多 這時候我們才能夠 你的六度 做起來才是真正的六度 因為你是在不執著的狀況來做 聽得懂 可是 我們現在 在凡夫位的時候 沒有了解 波羅波蜜多 大部分都是执著 而來的 都是执著而來的 最少 你执著善法的人天福報而已 因為你沒有讀 波羅波蜜多 去洗你那個 那個执著的 那個思想的 想法 那個腦筋的想法 你沒有用 波羅波蜜多 改善你 所以才說 修行波羅波羅蜜多 因為你如果真的是 對一切法都不執著的話 你做任何事情 都幫助你成本聖結 聽得懂 不會拉你的後腿 不會拉你的後腿 那是因為我們執著以後 是自己拉自己的後腿 然後我們都一直怪 人是蒂物 你讓我高興 你讓我不高興 你讓我生氣 你讓我不生氣 你讓我貪 你讓我不貪 我們都不了解 這個 佛法所說的真實意 我們都 反覆都怪東怪西的 怪難怪別的 所以注意注意注意一下 所以才說 你要幫助你的六度成長 你的下手處是什麼 以一切法無所執著 這時候你修行 波羅波羅蜜多 就爭議 布施波羅蜜多 爭議 境界 安忍 精進 盡力 波羅蜜多 然後你才去怒菩薩 正性離身 因為我們上一次 有跟大家講 所以你要畫起來 就是你要去怒菩薩的正性離身 去怒菩薩不退轉地 才會慢慢走上正性離身 離身的人一定 一定會離身 因為身 包括有無 依有 依無 會有 都叫做身 因為你如果 會生氣 會高興 不高興 你就已經身 那我們不像摩薩 就是要離身 在你用功的當中的過程 你的心境都平平靜靜 遇到順境也是平平靜靜 遇到人家不恭敬你的時候 你也是心理平平靜靜的 這個才叫做離身 聽得懂 離身 你不會被情緒所左右 所以我們如果 遇到境界的時候 還被情緒所左右 你就表示你還不能去怒菩薩 正性離身 反過來 諸位你一定要栽陪你 因為這個都靠解察力 因為我們已經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讀這個波羅波羅蜜兜 它不是外繁衛的課程 它已經是見法悟道的課程以上的教育 每一個人不要有常見 我這個業障很重 所以不能了解波羅波羅蜜兜 其實任何一個修行者的成就 都是靠栽培起來的 而且你要栽培你自己 因為你都在佛前發四弘試驗過了 不管早期歸一的時候 你明白不明白 可是你就已經跟人家發四弘試驗 就已經種下那個善根 環繞無盡試驗段 結果我們遇到境界一來 那個瞬境 望得快逆境 記得很清清楚楚 所以你要理解 你要去怒菩薩盡心離身 由哪個六個方位來改善 在布施境界安忍精進 盡力波羅波羅蜜兜 這些六個門 六個這個門只是方法而已 外表的方法而已 都要去怒菩薩正性離身 都要離身 離身就不會 離身的修行者 他最後存在什麼 就是一個截察力 截慣力 只看只聽 在看的當下 不會有習氣的分別心 在耳朵聽的當下 不會有那個習氣的分別心 只聽到了 看到了 聞到了 嗅到了 這個延祈法 他的身住易昧 乘住壞空生老病死 所以你一定要接受 身老病死的實相 你一定要接受 乘住壞空 生住易昧的實相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沒有辦法去改變 所以如果你能夠這樣的話 去怒菩薩不退轉地 然後呢 圓滿菩薩殊聖神通 如是菩薩殊聖神通圓滿禮 從一佛圖去一佛圖 未益成熟有情故 未益嚴禁至佛圖故 嚴禁別人的佛圖 也嚴禁自己的佛圖 為見如來因正等結集 為見以供養恭敬 然後尊重讚嘆 尊重讚嘆 令諸善根皆得生長 讓我們的善根 然後這個善根當然是講這個 無肉的善根 剝肉剝肉蜜多的善根 並不是講那個 世間修福茂的善根 修喬普路的那個善根 都不是 如是善根得生長矣 誰捨要聞 諸佛正法皆得聽受 我們不管隨手藥聞或者樂聞 我們諸佛的這個正法 我們都很歡喜的聽受 然後 既聽受以內乃至無上正等菩提 能不忘思 普一一切土羅尼門三某地門皆得自在 如是善現 諸佛善謀善修行波羅波羅蜜多 如是節之 你不管我們世間的名字 都是明甲滑甲 我們所學的這個佛法裡面的那個內容 也是明甲滑甲 也都是明甲滑甲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讀了這個心經 或者奧密陀經 或者任何一些的經 其實都是明甲滑甲而已 都是明甲滑甲 但我們在修行這一條路以後 你才能夠幫助你成就 幫助你在這一身裡面 你才能夠往上提升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講義 我們翻到12月講義 這個講義裡 也就是我們在修行這一條路 我們慢慢理解以後 我們要先做到 我們18空裡面第一個內空 再來外空 內外空 空空大空 然後乃至無性之性空 然後我們在講義的12月裡面 此四種空當之事行為首依止 也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我要 自我幫助我自己的外空內空 或者無我見 無常見 無我見那個栽培 那這個外空你要用如何的幫助你 就是你必須以內住心 叫做九住心 內住心開始 因為九住心有九個階段 然後我們以內住心 當然內住心的內住 是要聽經文法 叫做內住 要真善嚴厲 你看你們現在來聽課 這個叫做真善的意思 聽經文法都叫真善 所以我們現在 受到疫情的關係 大家在家裡聽 但是這個也是真善嚴厲 真善嚴厲的聽 然後因為我們要信念這個外空 外空我們簡單講就是 對外城的境界 我們不要過度的執取 如果不過度的執取 我們內心就很平靜 這個內心的平靜 不管這個荒手的改變 東南西北的改變 不管時間的改變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這個改變 你的內心都是還是平平靜靜的 平平靜靜 你沒有什麼情緒的作用 你聽到如意不如意的聲音 你還是平平靜靜的 這個都是外空 外 外一定是外六層 然後你在外六層的相接觸的當中 氣內觀裡有沒有這個定力 他意思說想要外空的成就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基本的久住心的栽培 久住心的栽培 我們如果有因應 我們一樣來應這個久住心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然後以內住心增上原理 就是內住 就是要內在自己觀察自己 然後離手生樂 這是離身喜樂地 離手生樂 我們從這個內住心 久住心增上原理一直爬 爬到了欲界未到地定 我們現在的環露 在用功修行的時候 我們這個階段都叫欲界定 有時候你坐一個小時 真的有10分鐘 或者20分鐘 真的定了下來 但是都還是所謂叫做欲界定 因為他不能相續 法喜充滿 然後呢 從欲界定以後 我們進入欲界未到地定 就是九住心的第九住 就是等遲住了 然後如果我們到了九住心 然後更上一層樓 離手生樂 因為我們凡夫都是外凡位 凡夫的那個高興快樂 都是靠外面的境界的刺激 反射回來 我看到我聽到 所以我們叫做這個凡夫的境界 那離身喜樂地 離身所生的樂的修行者 就是離開凡夫異界的生 不管他自己生 還是那個六成的境界讓他生 你拿到出產的人就已經越過了 所以離身 所以你跟那個離身喜樂地的修行者在一起 他看到世間所發生的 所發生的這種現象 他不會起心臟 他只會看到這個延期在發生 延期在發生你一樣可以談論 比如說我們現在疫情這個發生的當中 有逆境順境 我們可以談論 但是談論的當中沒有 沒有稱慧概 貪欺概 魚吃概出來 你只是談論那個因言 聽得懂這一次你談論的 那如果你自己截觀 已經不會特別的高興的刺激 或者生氣的刺激 那你就自解自周症 離身喜樂地 離手生樂出產 然後之論其生 為首依止 其我慢騙之 那我們也漸漸就已經 慢慢離手生樂 然後也離開了這個我慢 所以我們要讀這一句要連貫起來 因為他說 離手生樂 之論其生 為首依止 其我慢騙之 你也知道你這個我慢 越來越減少 因為我慢是所有的習氣當中也是最難改的 你看我們跟人家人與人對話 我們就說 跟你交了那麼多次你都不會 我們講的這一句 這種話跟對方講 我們自己就換了那個高慢傲慢 對方聽了你的那個語氣的心不高興 就換了別類慢 所以這個慢心如果照國位來講 都要世國以後才有辦法 所以假如你去看那個 補賢行運品的李敬諸佛 特別介紹七種慢的解釋 七種慢 所以你看我們跟人家相處 很多的這個世俗地的那個語言的對話 你自己細心的審查 你的語氣裡面有沒有慢 跟你講那麼多次你都沒辦法改 讓我生氣 這個就是慢的語句 慢的語句 好好好 不用你做我自己來做 慢的習氣又出來了 慢的習氣是你假如解釋力好的話 你真的都可以解釋 我不錯 我在打坐的時候 我做的這一支箱做的比上一支箱還好 進步了好多 慢心 你看 連這個都叫慢心 所以你要知道慢的習氣 如果你沒有聽經文法 你根本不認為這個叫慢心 你這個是正當 我自己努力過來 沒錯 努力過來的當中 都有我見身見的慢的習氣存在 所以他這裡會跟我講 跟諸位講所謂做到外空的人 就是內住心增上原理 就是用久住心的層次來幫助你離所生樂 就是用禪定的栽培你來離所生樂 然後知論其身為首 包括你日常生活行住作物 你都能夠截觀到 你看都要截觀到 用內住心 我們來講就是叫內觀 內觀的名稱是 南傳都叫內觀 所以內觀並不是南傳內觀 本來我們佛法就是內觀的法門 要往自己去檢查 你還有沒有貪稱車慢儀跡 這一些的煩惱習氣之身 要懂這個 所以你看外空就是對外境界的信念 所以才說知論其身為首依止 即我慢騙之 你看你有沒有看到你的慢性 有啊我們的慢性真的是 那個習氣真的蠻嚴重的 蠻嚴重的 這個就是外空 再來內空呢 以內外空以內外法修無我見為首依止 然後呢 前面外空是靠禪定的久住心 內空呢就是靠你內外 就是內六根外六成啊 注意記住空就是清淨平等叫空 諸法平等叫空 不計較的人啊叫空 聽得懂不計較空喔 空絕對不是又回到那個外道的解釋空 我們啊以後用功久了以後要修到什麼都空掉了 那個是外道空 我們不是我們的空啊只是舉例它的形象 你看你看我們的虛空的空是不是包容一切 以人種來講啊四大洲的人種現在有啊這個 七十八億人口我都包容 我們所包容所看到是地球而已 你離開地球的當中這個虛空都包容 所有外星系的說不清楚的那個 無量益的那個星系它都包容細空 那無量益的這個細空的這個所有的延期是怎麼變化 這個細空都接受 只會你看你修行有沒有修到 有沒有辦法修到這個度量 你認為人家恭敬你不恭敬你 你認為人家講話對你禮貌不禮貌 請問你可不可以心量如虛空一樣包容它 不要去在意它 阿旦是清清楚楚就可以了 阿旦的不生無蓋 所以以內外風 以內外法 內外法 就是內六根外六層啊 這些相碰的當中啊 不要再有那個我的地位 我的什麼 我的經驗 作為你的焦慢心的根源 所以你看我們世子弟 有時候在泡茶聊天 你看我以前的經驗 我是怎麼樣 我是怎麼樣 你看我們都會 無意中那個習氣就會產生那個慢 的那個語氣 可是如果你沒有節肢力解查 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經患了這種毛病 所以內空以內外法修無我見為所語止 記住 無我見 不要太看重自己的 因為你今天不是說沒有要來聽經文化 你不是說不想邪火 你今天已經是邪火的地址了 邪火的地址你一定要接受 不要把我吃我見我愛我慢 然後根深蒂固的那個執著 如果在為世家的時候 我吃我見我愛我慢 那個是莫納世第七世的莫納世內 那個叫聚生的我執著 這個一定要拿掉 所以什麼叫聚生的我執著 就是平常一件事的發生 那個發生的那個過程跟結果裡面 你都一直老是都一直很自然而然就很在意 這個我們叫聚生的我執跟法執 其實我就是等於法 因為我裡面就含五印之法 五印之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如果你有辦法這樣子的自我栽培你自己 因為都知道我們都知道修五我見 為首一子 要以這個為首一子 不要太計較 因為你今天要學波羅波密多 不要再被社會上的這個身份地位 好壞這些所影響 不要再被這個 我們今天來學我師要來學五印 讓我的五印皆空 讓我的十二六十八界皆空 不再學啊 記著那個世俗地裡面的公私行號 或者種種的世間的那個團隊裡面 因為他們不是要解脫 可是你來學習佛法波羅波密多 是為了來解脫的 不要再有什麼疑心病疑蓋 不要有這個 有人攻盡你沒有攻盡你 凡好如是過一天啦 不用去把它記著 不用把它記著 所以第三 無我見 無我見呢就是 即與彼啊 修無常見為首一子 也就是說你在 修無我之前 你要先修無常見 無常見裡面 然後 氣啊 訓練你 因為常是固定不變 無常就是 不確定的 你那個不確定的 以為常見那個常 那個是 不確定的因緣 一直在變異 所以不可能是常的 不可能是常的 所以才說 無我見呢 即與彼修啊 無常見為首一子 也就是說你要達到無我 你第一個要先修無常 然後第四個修無常見呢 你要從哪裡聽盡無法 這一段的解釋喔 他是把最高的先解釋 再來慢慢降低 慢慢降低 你看喔 所以你看說 第四個無常見 以文正法如理作義為首一子 大部分我們在初學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把 他的無常見的這一條 拿到前面第一個 聽得懂 所以他在解釋 這個一二三的時候 他把最高的先解釋 一般慢慢解釋 到我們初級的階段 因為我們佛陀為什麼 要一直反覆的講這個無常 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知的無常 是一個死亡的 那個消極的死亡而已 無常是你活著的時候 就有無常的現象變異了 並不是我那一天斷氣以後 我才看到一個死至無常才到了 那已經太晚了 為什麼太晚了 因為你如果活到八十歲九十歲 你都不在八十歲九十歲 血活的過程中都不理解 無常兩個字 你到那個死亡才看到無常 然後無常之前你都是有常 那請問在反覆來講 那個習氣怎麼改 改不過來啊 所以不是無常是死亡等於無常 你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是無常了 聽得懂啊 那死亡只不過人的壽命 你看到死亡的終結 可是這個無常其實沒有終結 沒有開始 所以你把它想想看 無常哪有開始跟終結 你開始從哪裡來 所以我們佛經為什麼都無死 因為找不到有一個開始 為什麼 縱言合合 怎麼會有哪一個叫開始 你一直追追追到前面 那個源頭的開始從哪 都是最後答案都還是縱言合合 不然你今天看看 你是想一下 你眼前的周知已知 他面的原始的源頭從哪裡來 結果你後來你都要接受佛陀的教育 縱言合合 都是縱言合合而已 所以無常就是要用 無常的看法的理念要用聽聞正法 然後常常如理作意 就是自己透過聽了以後 然後坐下來思為修 如理作意 如什麼理 如如是的真理 然後去作意 就是我的起心動念都安住如理兩個字 如理兩個字 然後原來都是這樣子 我何必還要付出 所以反過來 如果你們看到六根一刀六成很容易 高興不高興很容易 發脾氣不發脾氣很容易 如何如何 這個都叫做沒有如理作意 都是找一個友見 找一個友見常見 那友見常見 他的後遺症一定是五概會生出來 五概會生出來 所以諸位你修寫佛法以後 你絕對不要把我們寫佛法的這個概念 當作世間的有功法 要拼才會贏 要拼才會贏都已經我慢更高了 你跟你自己比賽 贏了你自己的前一年 去年你都叫做慢心 我們佛法 修學佛法的重點是什麼 聽經文法 為了發現自己的執著 漸漸把自己的執著改善 我們這個才叫做修學佛法的定義 因為佛法是情境法 情境法了 有於此諸壁處為禮義貪 精勤修學 觀察坐益增傷力固 我們作為一個修行人 壁處包括壁處你 包括七眾弟子都包含在內 假如你修學佛法的目的 是為了禮義貪 那你就要一直精勤修 截觀你的那個貪 的欲望有沒有離掉 離掉的比例有沒有更 花一大步 然後觀察坐益增傷 然後你要一直要觀察 你不能再停留外帆位 你的進步 都靠佛菩薩的神力的偷偷加持 不能這樣子的 你要靠你的截觀力的 所以觀察坐益增傷力固 以啊義戒系啊 諸不靜向勉勵斯文 你看我們義戒 被義戒綁在義戒的哪一個 是有親近向 都是不靜向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不靜向 因為就是不靜所以天天要洗澡 不洗澡我們全身都發錯了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流汗 所以我們是不是不靜向 如果你不會發錯 你還會去洗澡嗎 不會啊 整天都不會 你也不會全身都沾黏沾黏 很不舒服 你不會啊 你會感覺說我為什麼洗澡以後 那全身都舒服 就是因為我們是義戒系啊 所以才說義戒系諸不靜向勉勵斯文 為什麼勉勵斯文希望破你的貪澡 連你的身體你也不能貪澡 何況說你要貪別人的身體 所以勉勵斯文 彼宜啊外空啊 未作正故啊 以其正道未善修故啊 去然是 假如我們啊 在這個外空 因為外空是外面的境界的節觀 我們都做不到 未作正都沒有 節觀都不成功嘛 都做不到嘛 都做不到 然後呢以其正道未善修 那為什麼 因為你對正念正知這一條路 你沒有去善修 沒有真正好好的思維修 好好的喔 所以才說以其正道未善修故啊 然後呢去染息故 結果呢就啊隨波逐流 只要我啊高興不高興 有什麼不可以 你就隨著染息啊 以外空啊 信啊心不正悟 因為你這個外空啊 你沒有辦法幫你 聽得懂啊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很好的節制力 所以以外空信啊 心不正悟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內觀 心不正悟呢 然後不愛樂故 便以其中 由我慢啊 由我慢啊 由我慢門心啊 不流善 等誰觀察 以及近向 思維內空 假如我們啊能夠啊 然後呢 漸漸的成長 也就是說我啊 對這個外空信啊 心不正悟 心不正悟 因為去染息故嘛 就是說因為前面已經告訴你說 以其正道未善修故 所以你會 進入這個染息 然後我們下面呢 就是以外空信啊 心不正悟 假如 反轉過來 這一段的解釋啊 所以你要把它 因為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 以其世之論的 都翻譯啊 都是幻文的文法 幻文的文法 所以我們用我們啊 中文的這個文法裡面 你要把它改過來 這是以外空信啊 心不正悟 然後 亦不愛樂 這是如果 也就是說 因為你去染息故嘛 所以以外空信 沒有辦法去正悟 因為你心外求法 然後你啊 在心外求法當中 你沒有辦法把你的染息給改過來 所以你當然沒有辦法 正悟那個外空的境界 你看到那個六層的境界 你就隨波逐流了 然後呢 我們啊 如果回光環照 心不正悟的話 假如也就是說 回光環照過來 然後檢討自己 然後以外空信啊 心不正悟 然後 更不愛樂 然後我也不要再去想要 追求那個 外空因緣合合相的 並以其中啊 如果我理解以後 我理解這樣的道理 由我慢門啊 心不流散 這時候我就不會起慢心 因為 反而很有很多的這個習氣啊 好境界的執著 壞習氣的執著 我們都含有慢 慢心存在 所以 由我慢門啊 心不流散 等隨觀察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改善的話 就不要造成那個我慢升起來 因為讓你的心不流散 也不要流散 因為流散就表示 一直我慢出來 那我不流散就表示 我慢門啊 心不流散 等隨觀察 等 平等的觀察 平等的諸位 你一定要記住 我們平等的觀察 都觀察什麼 生老病死 乘住壞空 生住壞空 生住壞魅 大家都相同 真的 我們不要在那個相同的外境裡面 集貪異概 成為概 就算你集貪異概 成為概 可是內在的那個 乘住壞空 生住壞魅 它還是在變異啊 所以 平等的隨順觀察 以極境相 就是啊 無分別的手言 用極境相 用極境的相 然後 去思維你的內空 內空就是我內六根 你的內空 然後 比如我慢啊 未永斷固 以其正道未善效果 假如你啊 這個修行人 對這個我慢啊 還沒有辦法斷掉 因為我們知道我慢要斷掉 那四國俄羅漢以上才斷得掉 我們總共有七種慢 出國斷一個慢或者兩個慢 然後俄國也是斷一個慢 或者兩個慢 諸位你看我們寫佛的當中啊 我們自省觀察 我們的慢啊 改的沒有 一看到境界我們講 就啊 產生高興不高興 那這個都是慢 有慢的習氣作用 所以 有我慢 未永斷固 以其正道未善修固 那你對正道沒有善修 一以此中啊 心不中 讓我們內心當然無法 做到那個清淨平等法性 所以以內外一切行中啊 修無我見 如果我們是知道我們希望啊 自我訓練 內六跟外六成啊 一切行中 修無我見 以無我見為 本來要修無我見啊 得過我們為善修固 以無我見為善修固 以其中間不正路 本來我們要修啊 無常苦空無我 要修這個 結果我們都啊 在無常苦空無我 我們都啊 截察力都很薄弱 截觀力都很薄弱 所以以無我見為善修固 為善修固 以其中啊 心不正路 當然你就 很難啊 正路那個所謂 清淨平等法性 哪以內外一切行中啊 修無常 如果這個還做不到 那我們建議你 你就修無常 修無常向 無常見 令心不動 以諸行中見無常故 一切 總動啊 皆無所有 古無常見啊 明不動見 也就是這一段的解釋是從啊 當你有三渡五蓋的時候 你要去進步的話 當然你從最高的一直啊 訓練內空外空 如果訓練成功就好 如果訓練成功 我們 我們就 開始去看到啊 我們這個我慢有沒有資深 那我慢呢 如果資深我們又改不過來 我們又退下來 來做觀修法 然後呢 如果 無我見 然後無常見 然後去啊 栽培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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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栽培你自己成功以後啊 我跟你相處了 不管是啊 逆境跟順境的相處啊 絕對不會看到你特別的高興 或者特別的生氣 變臉你都不會 你都法爾如是 為什麼 以株行中見無常 因為你已經看到了株行裡面的無常啊 所以我們叫株行無常 株就是各種方面的 陰眼條件的合合 所以株行啊 所有的合合的運動當中 一定會走動 一定會變異 所以叫醒 醒你 還醒就是動態嘛 然後動態一定會變 然後我看到了這個無常 沒有固定的 因為它會變異 所以假如你能夠接受它的話 你沒有那個煩惱 所以我們從啊 外環位的那個 用功提升到 內環位提升 想要見到位 你這些的華理要弄懂 一切種動啊 皆無所有 一切種的那個動 動一定是生命性嘛 一定來去嘛 一定癡結嘛 一定意義 所以我們啊 金剛經 心經所講的 不爭不減 不來不去 不生不昧 不依不密 都是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啊 去磨練 磨練到 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啊 一定都會看到生命的現象 那個有無的現象 增減的現象 那意義的現象 相同或者不相同的現象 你要在這個延期法的 不同的現象裡面啊 對立二邊的現象當中啊 然後提升 你當下的潔察力 然後潔觀力 所以諸行中 見無常故 一切種動啊 皆無所有 哪有一個你 屬於你的有 然後 故無常見 民不動見 不動見 下面呢 由於事啊 處 由於事處啊 心無聖節 故以正會啊 如實通達 我們如果啊 在修行的當中啊 我們的心啊 都沒有 因為聽經文法 而改善自己的習氣 這個就叫做啊 心無聖節 心無聖節 那有聖節的人 一定接受無常苦空無偶 不會再懷疑了 我們沒有聖節的人 我們就會啊 一直啊 有我有常 然後要追求樂 我們一定是這樣子的 一定要順自己的我才會快樂 沒有順我的我就不快樂 你看我們啊 邪佛那麼久了 一段時間 我們還落入這個二邊的執著 是不是 就是你對自己是不是有沒有 有沒有截觀力看到呢 所以故以啊 正會如實通達 因為我們啊 內心沒有聖節 可是我們要想辦法 教育自己 所以你們現在來聽 聽課 聽經文法 都就是在教育自己 教育自己幹嘛 正會如實通達 正會如實通達 任何一種習氣的發生 我們去判斷看看 有時候呢 要言不敬 有時候要言慈悲 因為不敬是對自貪欲嘛 慈悲呢是對自稱會嘛 或言啊 習念啊 所有境界 要言這個呼吸 就是對自我們的散亂 我們的散亂心 破言諸行無常境界 那我們啊 為什麼要言諸行無常呢 因為假如我們找有編 找有編 我們要用無常的境界 去破解你的有 然後以三謀地啊 極多修習為因編 所以如果 我們不找那些以後 那我們就 一盤坐 纏坐下去啊 我們的三謀地啊 就會建立起來 就會建立起來 所以以三謀地 極多修習為因編啊 這時候我們的內心啊 就會柔軟 我們的內心啊 就會越來越柔軟 不會再去找一個 煩惱的這個友編啊 不會的 所以我們邪火 如果沒有改善自己的個性 讓心性柔軟很可惜的 不管你是男重女重 不管你是四重弟子 假如你邪火的一段時間啊 你的心性還很那個剛強堅固 然後還都不柔軟 那是很可惜的 因為你都沒有改善 所以啊 你要令心柔軟啊 由事見事以一切處皆能正如 你要你要記住喔 心性柔軟的人啊 他才能夠啊 放下我劍聖劍 如果你的心性還那麼堅硬 像啊 孔枯綠啊 水泥啊 乾了以後那麼堅固 或者鋼鐵啊 那個鋼鐵那麼堅固 那滑水不怒 滑水啊 沒有辦法進入 波羅波羅密多的法義啊 你都聽不進去 所以主要我們喔 能夠在這個時空當中 還聽聞波羅波羅密多 表示大家都有五肉的善根 何必 為了某種境界的發生呢 我們啊 產生了五概幹嘛呢 然後還要保護你的五概是對的 那你永遠都害你自己而已 都害你自己喔 所以才說啊 你一定要栽別你啊 令心柔軟 由事見事以一切處啊 皆能進入 一切組就是六根一道六層 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這個一切處的發生 由此因緣以守正空啊 能正也滿 我們守正的那個六層的 一切空性平等 我們的內六根外六層 都是空性平等 什麼叫空性平等 因為它一定會便利 便利是大家都平等 你看我們從出生到現在 這個年齡我們的肉體從啊 皮膚蟲很好看啊 很紅潤然後一直老 那每一個人的代意都相同 過程的接受的代意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才說啊 由此因緣以守正空能正也滿 因以守正的也滿齊心解鬥 假如我你都能夠也滿的話 那很多境界來你的心就無掛礙 無掛礙就是心解脫啦 所以你就心解脫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節觀進步 因為你們能夠聽聞波羅波羅密多阿 也表示我們 我們程度想要提升 我們從外環圍啊 進入了這個節觀 進入了這個思惠修的 然後呢 如果節觀成功的話呢 其心解脫一切能順 下上分解 這個能順這個順是越過的意思啦 超過啦 超過 我們有五下分解五上分解 然後五下分解就是 下就是指義界 五上分解這個上是指色界 五色界 五色界 那我們這個義界的五下分解啊 就是我們出國斷三節 還要降伏 二節 二國裡面所說的二節 是貪節跟成節 貪節可能 只是降伏喔 可是你已經達到二國 那我們想要正出國 是靠聽經文法 把我們的身見節 宜節 借經其節給改善 如果照天台中的教理來說 出國要斷五歷史 就是五個見後 請問見後就是觀念 觀念是靠什麼 靠聽經文法如理思維 改善你的觀念 你的觀念改善了 因為出國這些不是公法 不是像我們外反位 佛經在經教裡面 也沒有跟你交代說 反正你要正出國的時候 你拜佛要拜十萬拜 拜二十萬拜才可以叫正出國 佛法沒有講這些 沒有講這些的 那些都是外反位的 所以我們今天修習佛法 要把這些理解 齊心解脫 然後能順 下善分解 然後我們剛才下講 這個欲界的五下分解 注意記住 貪解撐解一定有 然後我們的生見解 宜解解 戒心其解 這個出國要斷三節 然後五上分解 就是指這個色界五色界 色界五色界 這個五個節你也要越過去 由此因緣 以首修空能修圓滿 也就是說我們在用功的當中 我們對於平等的那個發生的現象 就是清淨平等所發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空 一定要馬上跟它轉念 就是清淨平等 什麼叫清淨平等 不計較 不著有不著無 越不計較的人 越很快達到清淨平等 不在意人家跟你說話 禮貌不禮貌 你除非你看我們出家以後 你不要以為出家中以後出家 每一個人 每一位忠生都恭敬你 沒有啊 你要記住有一半的人不會恭敬你 有一半的人會恭敬你 反過來 可能啊 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會恭敬你 十分之九的人會討厭你 你要懂耶 所以你不要有那種啊 那個啊 想要在修行佛法當中 一直啊 追求民力的想要被恭敬 也絕對不能以老賣老 這種世間的觀念一定要拿掉 你不拿掉你不了解 菠蘿菠蘿味道 菠蘿菠蘿味道 所以由此因言以守修空啊 能修圓滿 因為空我們已經 夠解釋了清淨平等 任何境界在諸位裡面的眼前啊 眼睛看到耳朵聽到鼻子嗅到 蛇根腸道 蛇根腸道 身體觸道 我們都是諸法清淨平等 清淨平等 應以守修得圓滿成就無學 因為你如果做到了 就沒有一法可修學了 所以叫無學 因為你已經畢業了 正見等法 也就是說成就無學正見等法 正見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 所以正見等法是要講八正道 若以事實乃至於空未能震怒 當於此時是異生會 假如我們對於修行佛法裡面 我們還沒有辦法做到諸法平等性空 還在祭早祭有 那你一定會來投胎輪迴 因為你被你的夜襲所干擾 所以他說當之此時是異生會 異生會就是反乎 你就逗入反乎會了 逗入反乎會 對 落實正路是有學 假如你能夠改善轉型 轉型我們就從九住心 慢慢提升到 這個是講禪定的 如果我們講會觀 我們就開始改善你五蓋的缺點 改善五蓋的缺點 因為五蓋的缺點要 止觀不合定位等詞 只是說你才改善得了 你才有辦法改善 所以乃至以空未能正路 當之此時是異生會 你就又回覆了 也就是說清淨平等的進去 你聽經無法教育的三四十年 你還無法做到清淨平等 你看 你看 所以你就停入到這個反乎會 異生會的 落實正路 假如我們改善了 我們就進入有學位 有學位就是那個 卵定人士第一過上去以後 我們就見法悟道 然後我們就開始正出國 正出國就是把我們的缺點 給改善叫做正出國 不是世俗地裡面考試 考每一科考滿分 考前三名的人叫做正出國 不是 我們正果位是把自己的 我持我見轉化掉 才有果位可言 所以記住一下 我們今天所謂佛法正果位 是把你的我持我見三度五概 改善掉 我們才叫做果位 聽得懂 才叫果位的 所以才說 落實正路是有學位 落實休息的也滿是無學位 無學位就是很多的煩惱 煩惱障都不需要再斷了 不需要再用對峙法 也不需要再用什麼 截觀法去對峙你的妄念 都不用了 因為不需要 所以無學位就是 落實休息已得也滿 我們都叫做這個無學位 所以在修行這一條路當中 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一定要有心理 因為你要栽培你成等聖節的時候 你一定不能處處都要原諒你 都要原諒你 好 我們看一百四十四頁 這個 耳時設立子問善信眼 迎合靈為菩薩頂舵 迎合什麼叫菩薩頂舵 一定修學佛法 也就是我世主自己來想說 奇怪這個人 讀到碩士博士 或者讀到某一個 在我們前班當中 都是前三名的 怎麼突然間呢 以後沒有辦法再前三名 就多入最後一名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菩薩頂舵的意思 這是菩薩頂舵 耳時設立子問善信眼 迎合名為菩薩頂舵 善信達遠 若諸菩薩無方便善喬 而行六波羅密多 無方便善喬 而住善解脫門 善解脫門空無相無焰 然後退度生文獲菩薩地 不怒菩薩正心離身 是名為菩薩頂舵 我們就正式把上一次 的正題 然後延續我們現在 144頁這個菩薩頂舵 從這裡開始 來跟大家相訓 然後理解 也就是說 你本來就是要 修寫佛法當中 把自己的習氣漸漸改善 可是你經過了三四十年 你的習氣都還是改不過來 這個就是修心人的頂舵 本來人家會問你 出家師傅 人家問你 你出家幾年 出家了三四十年 五六十年 如果你看你五六十年 你心習佛法 你的三肚蓋都還改不過來 我們不能說完全斷掉 但是最少要輕微一點 不用貪的太多 整天人家不順你 我們就發脾氣 你都不能再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 你都叫做菩薩頂舵 也就是修行頂舵 修行的頂舵 所以善獻答案也 若諸菩薩沒有方便善舵 因為他就是沒有方便善舵 本來我們要方便善舵 結果沒有方便善舵 而行六波羅蜜舵 無方便善舵 而住三節奏 沒有方便善舵 住空無相無厭 這個空無相無厭 這個三個名稱我們解釋過了 然後我們就退道了 那個還沒有建法悟道的 申文帝跟獨解帝 出國到四國才叫建法以上的 這裡退道申文 連這個建法悟道都還沒有 就是申文獨解帝 因為獨解帝成就叫屁之佛 不能沒成就 就是還在自己用個人的 自己的努力用功要獨解 然後不論菩薩正性離身 這時候你就無法做為一個 成等正解的那個正向的正性離身 正性離身也就是要離一切身 離一切身 所以諸位你看 我們在修行的當中 當然很不容易 所以要做到離身 你的要放鬆清醒的節肢 培養節肢節觀力 你才能夠把你有身 因為有身一定會有三度蓋出來 如是名為菩薩頂度 十色立子問善現言 何則明身呢 善現對也 身為法啊 為什麼叫身呢 因為身也就是 你對某一種法已經坦生染愛 什麼叫做法愛染愛呢 就是你會高興不高興 你會生氣不生氣都叫做法愛 聽得懂啊 那個 因為你直逆境的有順境的有 所以絕對都叫做法愛 所以說善現對也 身為法愛 你有身一定是產生法愛 因為你起心動念嘛 起一個高興不高興 色立子言 何為法愛呢 然後色立子在追 什麼叫法愛 善現對也 如果菩薩謀殺 修行菠蘿菠蘿密度 安住色空而起想著 你看喔 我們一看到色受想形式五印 我們就起了想著 就起了我們的記憶 著一定有記憶而來嘛 所以說安住色空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形式空而起想著 你看我們一看到進去那個 這個記憶的回憶就想出來 記憶的回憶就想出來 那就表示我們有這個找存在 安住色無相而起想著 本來我們要空無相無焰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空無相無焰 我們在空裡面起想著 在無相裡面而起想著 在五印當中都起想著 所以安住色無焰而起想著 所以才說本來是要 五印都要無相 空無相無焰 結果我們都起想著 安住色無焰而起想著 這個無焰不是不發焰 不發焰這個就是斷滅見 對於世間的一切的欲望不去追求 才叫五印三魔地 你看我們現在在環務會的時候 包括師父以前也是都是有焰 我們都希望好好用功 有一天趕快煩惱解脫 我們這個都叫有焰的需求心 因為不了解法理 因為又沒有遇到善知識 所以你如果遇到的善知識 是屬於國小老師的話 你可能一輩子跟他五六十年 你就停論到國小的觀念 天天就是有焰 都是有焰 而無法做到無焰 所以無焰是 對於異界色界無色界的這些 都無所需求心的 所以安住設無焰而起想著 你看本來要設無焰 可是我們起想著 本來安住受想行事無焰而起想著 本來我們在設受想行事都要無焰 可是我們起想著 而起想著 安住設無焰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無焰而起想著 安住設極境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極境而起想著 安住設遠離而起想著 我們本來要對五印遠離 可是我們起焦慢心 你看我眼離五印了 你看 想著一定都是起慢心 焦慢心你才會有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遠離而起想著 安住無焰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無焰而起想著 安住設苦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苦而起想著 安住設無我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無我而起想著 我們重點是不管好跟壞你都起想著 不管動跟進你都起想著 不管對跟錯你都起想著 這個就是法愛的意思 安住設不盡而起想著 安住受想行事不盡而起想著 設立子是為菩薩摩佛薩隨順法愛 這個就是隨順法愛了 基此法愛說明為生 所以我們才說上一次跟 大家講這個要畫起來 這個叫做法愛 我們以此類推呢 就一直跟大家講下去了 講下去 有144頁 付此設立子 若菩薩摩薩做如是念 此設陰段 此受想行事陰段 由此故設陰段 由此故受想行事陰段 此苦因騙之 騙之就是你要通曉通達無愛 然後我們都 凡從五印而產生來個三股概 我們修學菩摩佛弄密多的行者 都要轉念要把它改善 我們不能再縱容了 因為你已經告訴你 你要當一個修行菩摩佛弄密多的行者 修行菩摩佛弄密多的行者 一定要有勇氣 用世間的比較白話文解釋 就是說你要有勇氣 把你的缺點的直軸 優點的直軸 都把它轉化掉 那轉化成功就是菩摩佛弄密多 我們都希望大家 聽進文化以後 然後對於這些的直軸 轉化更快一點的成就 不過你不要再去 要去生生生生 生生生了以後 所以這一切生都還是乳木換泡雨 有沒有生有啊 但是都暫時而有的現象而已 暫時而有 然後所以才說 如果佛治 設立子 若菩薩摩薩做事念 此色陰段 此塑想形式陰段 此由此故色陰段 由此故塑想形式陰段 此苦陰騙之 此疾因永斷 此疾因永斷 就是苦疾媚道 用苦疾媚道來配合五印 此疾因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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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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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非境界安忍精靜盡力 菠蘿菠蘿蜜陀 此非境界安忍精靜盡力 菠蘿菠蘿陀 此是方便散腳 此非方便散腳 此是菩薩生 此是菩薩離身 就是說你都要理解 有無至非對錯高低眉醜 但是在這個延起的至非對錯高低眉醜 不主動止息他 不主動止息他 只有當下接受他的生諸於昧生老 並且沉住壞空的這個延起 就是你要做到這樣 設立指 若菩薩摩喀修行 菠蘿菠蘿蜜多時 安住此等種種法門而起享 你看 本來我們所修的法門就是這裡的截觀 現在我們要此等種種法門而此 這個法門不是指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 煉佛法門 禪宗法門 修密宗法門 不是指這個喔 這個是事實地的說法 我們現在是要走上聖意地的說法 所以安住此等種種法門而起享著 是為菩薩摩喀修順法愛 祈此法愛說明為生 我們有這個法愛出來你就生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 你要減少對高興不高興的執著要降低 如果葉降低降到沒有痕跡的 然後你就做得成功你就做到離生 那有離生的時候你天天都發喜充滿 就是離生喜樂地 離生喜樂地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要先做到出產 因為出產就是離生喜樂地的意思 然後如果能夠這樣子勉勵你自己 然後呢 糾正你自己 因為我們寫佛 是要常常聽清文法以後糾正你自己 不要去糾正別人 因為你自己糾正你自己都沒成功了 還要一直糾正別人 要糾正你自己 糾正什麼 糾正貪力蓋有沒有生 撐慧蓋有沒有生 遺痴蓋吊尾蓋 遺蓋慢蓋 無明 你有沒有生 我們所要糾正是糾正這個 截之是要截之這個 假如你反過來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啊 就是法愛 我們才收為生 有生一定煩惱 你一定很容易高興不高興的 如啊 素食生能為過悍 素食生就是你一直吃那個過夜 也就是說你一直記憶 你的執著的那種 優點跟缺點一直把它記憶 這個就是這裡所說的素食生能為過悍 這個東西已經過夜了 過兩三個月過一個禮拜 你還拿來吃 你吃下去 你的身體不是出了毛病嗎 也就是說我們修行人一直在記憶 無量解來過去的種種 那你當然你就會自己害人你自己啊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沒有一個人讓你高興 也沒有一個人有能力讓你生氣 都是因為你的執著讓你高興讓你生氣 永遠要記住這一計畫 不會有人啊 讓你高興不高興 都是你的執著產生法愛 讓你自己高興不高興 所以我們在修寫佛法這一條路啊 我們建議啊 我們大家呢 往這一條路啊 漸漸的增上 漸漸的提升增上 願以此功德 普其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AJ好難以後 終生了 幹辣 都有阿 辣 工夫 工夫